沿著水道向下俯衝 通過了彩虹隧道 大海就在眼前 水上樂園搬上郵輪 多了年輕冒險的氣息 今年來越來越多遊客 願意嘗試搭郵輪出國 九成郵輪客從北台灣出發 基隆成為亞洲最佳郵輪母港 西岸因為它有一個 我們的晉升計畫 已經相對差不多完成了 可以符合未來 20萬噸的綠洲號來停靠 那個水深我們已經把它 浸升到11米 所以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郵輪 都可以在西岸這邊來停靠 不斷升級的基隆港 迎來世界級巨無霸郵輪 今年又有新郵輪探索夢號報道 以基隆港為母港 瞄準台灣旅客 再到日本沖繩和鹿兒島觀光 不只台灣遊客人出去 世界夢號郵輪 也從香港把觀光客 再來台灣觀光 我們世界夢號在7月和8月 分別來到基隆和高雄 同時我們也會把香港的遊客 帶到台灣來 船來了載著上千名遊客 郵輪才卻路過基隆 只有25%的觀光客 會留在基隆當地觀光消費 台北到基隆 車程不過短短2 30分鐘的時間 因此有很多郵輪客 他們一下船會搭遊覽車或是搭小航 直奔台北 像是故宮或者是 三城九份台北101 都是郵輪客非常喜歡的 半日遊景點 反而在基隆廟口夜市 雖然有美食加持 受限於郵輪停靠時間壓力 白天到港晚上就走 郵輪客反而逛不到 來基隆的船變多了 要搭船的人潮真的很多 非常多 一樣是郵輪商機 一旦基隆轉的經濟效益 跟日本模式不太一樣 很多人願意搭郵輪到日本 看重藥裝家電免稅 加上行李不限重 能買更多戰利品 一艘觀光郵輪 能為日本帶來 台幣2700萬的消費金額 但對基隆來說 大船入港賺的是 郵輪產業鏈底下的隱形商機 先前的立新郵輪 停靠基隆一個禮拜 光是採購油 水 名聲必需品 金額高達四五百萬元 在郵輪上工作的船員 下船後也很會買 一般都是員工嘛 所以會買一些生活用品 比如說洗髮水啊 2019年預計 全球搭郵輪的觀光客 將突破三千萬人次 基隆府只賺七十億郵輪商機 目標搶公郵輪客留下來 推和平島觀光看獨特的海史地形 靠半深度旅遊 取代來匆匆的到此一遊